长春书画学会的成员在内湖公民会馆展出书画连展 展出作品相当丰富 有书法和各剧风格的绘画 展现会员们多年来钻研书画的精湛功力 因为它这幅画是戒画 那所谓我们一般毛笔来讲 我们画直线的话是不容易画的 这个画图呢必须要用尺来画 所以它叫戒画 那所呈现的风光呢就非常的美 让这个整个风景看起来呢 就是说有山有水又有房子 它呈现的深度比较远 所以就特别漂亮 这个就是我画的那个公笔的牡丹 它呈现出来的也是很美 然后这个也代表我们的富贵 富贵卖别也代表就是说一种福气 年纪大也有种福气这样子 应该是巧妙的姻缘忌讳吧 因为有一次大概是想学乐器 然后因为那个十分钟忘记带了 那后来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有人拦住我 他说我们班上就是缺几个人 然后叫我去学画 就是这种姻缘忌讳 然后让我就开始学画画这样子 那可能因为画画这种就是说也比较深入 不见得说马上学就马上会 也是要经过时间 然后你能够悟透它的道理 你才能够呈现最美的一面这样子 那这样大概学了多久 学了大概我看2012 大概10年11年这样子 时间是其实说起来是不长 因为你断断续续嘛 有时候有学有时候没学 但是有一次就巧妙的姻缘 又到了这个协会 哇发觉里面的这些老师呢都很资深 他们有的甚至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学书法 他们的书法是真的都很棒 那我希望就是说借着跟他们学习的 学书法方面呢能够让自己更精进 就像我们的荣誉总会长 你看他董誉理事长哇他书法是一级棒的 特别的是长春书画学会 有多位高龄超过90岁的会员 这次也提供作品参加连展 将书画之美与大众分享 我是从八岁开始启蒙 是书法 我是练书法当运动场 对身体有帮助吗 我自己写出来一个好词的时候啊 心里很愉快 这个就是抢身之本 那我写字呢 除了郭晓友老师指教以外 以后都自己以铁为的 就是这个古人的帖字当老师 自学的意思 自学的意思 这个学的字呢 一定要根据帖上的形态写出来 这样子你才进步 写得不好的不像的时候 然后继续写 写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四个都写 最后一个写成功 从铁上这字相像了 就是你进步的账本 中华民国的国画 所以到处都 有地方都是有梅花 那你喜欢画画 他带给你什么快乐 每天拿笔 跟墨水在一起 非常高兴 怎么说呢 这个梅花是我们的国画 所以我每天都画画 我告诉你 我的老师超寿博 师公是张大清 张大清 是我师公 跟刚才我们徐老师讲的差不多 我在我们家乡 日本人那个时候打进了中国 我们那儿沦陷了 日本人成立的学校 我们不读 不读怎么慢慢就到了乡下 到了乡下 大家读诗 诗书的话就是五经诗书 完全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可是在读书的时候 最基本的一个功课就是写字 写字 一方面还是老师要求的语言 二方面来讲 我们学习 功课没有别的 读书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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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都在这方面很下功夫 这个快乐还是没有 是慢慢的越来越好 怎么说呢 你看我们这个字 我们中国的这个字 每一个都是组合而成的 但是组合的一定要是要配搭的 非常非常的端庄 均衡 因为手写字的人 实际上来讲 修心仰性也是 那时候是监制如见人 欢迎来到内湖公民会馆 我们知道7月24号是进行 长春书画学会 书画连展 这是一群八九十岁老人家 他们是每一个礼拜固定在五分读书馆的楼上 五分活动中心以画会有乐在生活 那以他们这样的年纪 在人生的阅历上面有不同的表现 那他们在书画的风格的表现 跟一般的人的表现的方式又有不同 多了一份人生的历练 那欢迎大家有空来我们内湖公民会馆来欣赏 这一次书画展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我们成员本来三十几个 所以参展的人只有16个人 那16个人里面又分成一半 一半就是书画 一半是绘画 那大部分我们这个协会里面有的年纪都已经很高了 我们里面的成员最高的年龄是101岁 那90岁大概有9个 那其他就是说 他们已经就是说已经大概有经历 大概13年没有展览了 那这是等于是说回隔13年的一次展览 那我希望说借着这一次展览呢 带给他们就是有更前进的动力 让每个人都很开心这样子 在书画方面都能够再精进这样子 其实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专精的 专精的那个方面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山水 有的人是花鸟 不一样 要有的 你看那个书法方面 有的是历书 楷书 传书都不一样 草书 那大家都各有专精 就是把最美的那一面呈现给大家这样子 其实书法是我三年多前来这边才开始学的 但我在这边是最菜的菜鸟 但为了要就是为了要参展 就要硬头笔来写这个字 其实三年来 其实我们说三年是断断续续的三年 因为我们有分上学期跟下学期 所以你真正在写的时候 你大概时间不多 因为你平常那个 那是因为为了要参展 所以会全力来写这个字 但也因为是这样子 然后就突然感觉就进步很多 因为你为了要参展 你要天天练 那这个书法 这个要写得好 为情而已 就是要很轻到很轻到的练 然后就是 当然之间他学这个字跟画 都有一个就是美感 就是就有一个技巧 那就是说你那个技巧也要学 那你技巧学会了以后 你就可以画得比较好或写得比较好 我觉得学书法可以练气 可以比气长 因为有时候这个不能挤 你一挤字就坏了 就写不好 前面前面 你一挤然后中间的一笔一画 坏了以后你就要重来 所以会训练你自己的耐心 耐心 你要完成这一幅画 除非你就像老师学的五十年六十年 那个闭着眼睛就可以写很好 可是我们 我们没办法一触击乘 所以我们还是一笔一画要慢慢来 那训练我们自己的耐心 待会我们会知道说要做事情要成功 不是一触击乘的 是要就是长年累积 我们才有办法完成 我是名传大学工行系的学生 那我是实习生 然后今天来这边协助帮忙的 那这边有提供内湖区的民众 很多艺文展览的空间 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参观 然后有很多展览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欣赏 那到了七八月份 内湖公民会馆有相当的多的活动 陆陆续续的进行中 那相关的活动大家可以在领书搜寻 内湖公民会馆 那公民会馆的活动 大部分都是踩二阶段 先医院登记完 然后再来抽签 那欢迎大家来内湖公民会馆 做一个知性学习之旅 内容丰富的长春书画学会书画连展 在内湖公民会馆展出到7月24号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书画之美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现在在台湖公民会馆展出到7月24号